作为一统江山的君主 秦始皇嬴政的功绩可谓是天下无双 他以自己的英明神武风扫柳河一统天下 并且开创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帝国 大秦帝国 可以说始皇嬴政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完成一系列统一的工作之后 他还主持修建了一大批举世瞩目的工程项目 离山临寝 秦直道 秦长城 每一项工程都让人叹为观止 可是在始皇帝诸多的项目中 有一个最为神秘的工程 他在刚开始修建之时便遭遇到了变故 时至今日已然是荒废了两千年之久 可是尽管如此 这个工程在现代人的眼中依旧是不可复制的奇迹 这个烂尾的工程便是阿房宫 那座杜甫为之惊叹不已 并且亲自为之做下阿房宫府的宫殿 令杜甫都为之赞叹不已的阿房宫 究竟有多大的魅力 甚至于靠着半成品之事 还让现代人为之所折腰 早在始皇一统六国的过程中 他就已经做出了要修建这座堪称奇迹的宫殿 还为阿房宫找好了地址 因为在他看来 周朝文武王王都封城和浩京都很不错 两地都有王气 不过毕竟是前朝的旧都 再怎么样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尊重心理 于是秦始皇最终为阿房宫 选择了两者中间的位置 当时大秦帝国暂时抽不出 那么多的名利和财力 来修建这座堪称人间奇迹的阿房宫 秦国刚刚从废墟中建立起来 一切百废待兴 相比起阿房宫这类奢侈 又不及于完成的工程来说 直道和长城 这些关乎国际民生的 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种种事情的堆积之下 阿房宫的修建也是一拖再拖 后来随着大秦国力的发展 国都咸阳的人口数目却开始多了起来 原本就不适宜发展成为大都市的咸阳 承载不了如此多的人口 出现了人满为患的趋势 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趋势还在愈演愈烈 深感不安的始皇嬴政 最终在大秦帝国建立九年后 启动了阿房宫的修建 希望能靠着阿房宫的修建 将当地变成新的大秦心脏 也更好地缓解人口压力 张显国威 始皇在阿房宫的设计选址问题上 耗费了颇多的心力 一来要能彰显国威 就需要将阿房宫修建得华丽宏大 同时在这座宫殿的命名上 始皇也是颇为头疼 总是想不到一个合适的 作为百姓 如此一座宏伟的宫殿 连个名字都没有也不合适 于是乎这座宫殿 也就有了流传至今的名字 阿房宫 这其中的阿的意思 就是与咸阳接近 旁的意思也是如此 作为彰显国威的宫殿 阿房宫的设计可谓是富丽堂皇 这也就意味着 要修建一座如此华丽的宫殿 对民力和财力是一次考验 可惜的是 如此备受瞩目的大秦工程 却也在最后成了烂尾工程 足足荒废了两千年 如上述所言 如此深受重视的阿房宫 最终并没有全部建造完成 仅仅是将前殿建造完成而已 出于一些原因 阿房宫到现在也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 尽管如此 我们也能从这些断壁残垣中 看出阿房宫曾经的繁华奢侈 阿房宫的前殿就能和半个故宫相提并论 后来秦朝灭亡之后 阿房宫的前殿还有一个名字 阿城 根据史料的记载 阿城在后世成为了驻军之地 这个前殿能容纳万余名君族 在其中安营扎寨 总的来说 虽然阿房宫仅仅修好了一个前殿 但是这座前殿的奢华程度 就已经令我们叹为官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联合国前来考察 看到如此巨大的前殿遗址 惊叹不已 他们称阿房宫为天下第一宫 那么如此浩荡的工程 却最终无果而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秦朝那些令人叹为官职的 工程奇迹 是大秦帝国昌盛繁荣的证明 那么这些工程 就是让秦朝二世而亡的罪魁祸首 毕竟如果不花费大量的金钱 哪能成功 秦始皇以雷霆手段 召集了十数万民夫 前来修建俄房宫 可百姓已经在前几年 经历了离山皇陵的修建 当时百姓还未从皇陵修建的痛苦中 解放出来 却又遭遇了俄房宫的修建 如此频繁地动用民力 百姓怎么受得了呢 本舅沉重的赋税和摇曳 再加上又有了俄房宫等大项目的袭击 对于百姓来说 就更是雪上加霜 最终 这一切将本舅在生存线上 苦苦挣扎的百姓压垮 把他们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百姓无法生存 自然会站起来反抗 始皇在沙丘暴促之后 大秦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作为阿房宫的主人 在他还没有修建好的时候 秦始皇便撒手人寰 阿房宫的建设自然就停了下来 可是老百姓却不会停下来 因为秦始皇的暴促 黎山皇陵的修建 就更加显得迫在眉睫 继承秦始皇的秦二世 也知道此事的重要性 将原先参与修建阿房宫的人 调集去为自己的父皇修建灵寝 而在众多工匠的努力下 秦始皇的灵寝最终得以完成 生性阴质的秦二世胡亥 却为了保守住皇陵的秘密过河拆桥 下令将所有参与修建了始皇陵寝的工匠 悉数关在了帝宫之中 由此可见 胡亥治国方面无能 可其暴虐却远远超过了其父 被胡亥以暴虐手段残害的百姓 终于忍无可忍 最终果断举意 当时以陈胜吴广为首的举意 就如同一颗火星一般 迅速点燃了民间仇恨秦朝科政的火焰 各地陆续响应举意 天下大乱 民众反抗的熊熊烈火 更是将整个秦王朝彻底吞噬 将其一举焚毁 随着秦二世的灭亡 阿房宫的建设彻底陷入了停顿 后来阿房宫更是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个金光 这把大火整整燃烧了数月之久 将辉煌奢华的阿房宫化作了一片焦土 身为后人的我们 也只能从那些破败的断臂残缘种 回忆起那曾经的繁华 只留给了我们平调的空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